在刚刚十岁的小皇帝宋哲宗继位后 高太后垂脸听证 执掌大权 这导致众大臣完全不把小皇帝放在眼里 再加上波鬼云爵的政治斗争 这一切都在小皇帝宋哲宗的心里 留下了很深的阴影 而这样的阴影对宋哲宗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一切又会给宋朝的政治 带来什么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文化学者李鸭平今日为您解答 说宋朝正在播出 这是地理版图最小的中国 也是文化发展最大的中国 这是军事力量最弱的中国 也是经济实力最强的中国 这是一千年前的中国 了解它知道我们的现在 说宋朝可以看可以听的历史 前面我们说到 在十几岁的这个小皇的宋哲宗的心里边 不停地在积累着一些 对高太后和对司马光他们的这个 很深的这个很可怕的这样的一种仇恨的能量 他的生活曾经很飞薄 没有把它像一个皇帝那样的享受这个皇帝的 应该有的在生活上的待遇 还有一个方面有一个细节高太后注意到了 有一次在高太后到那个小皇帝读书的地方去 然后就发现在那个小皇帝面前 她所使用的那个书桌 是一个很破旧 是一个很旧的一个书桌 太后就下令给皇帝换一个新的 这个书桌换走了之后呢 那个过了几天 太后又去这个皇帝学习的地方 读书的地方 发现她用的还是那个旧的书桌 那么太后就就问那些太监们 就在皇帝身边工作的那些那些工作人员 我不是告诉你们要给皇帝换一个新书桌吗 为什么不换 小皇帝回答这个太后 说他们给我换过了 但是我还是想用这个 因为这个书桌是我爹爹用过的 是我爸爸用过的 而大家知道高太后主持国政了之后 她是把这个小皇帝的爸爸 就是宋神宗在世的时候 所制定和推行的那些变法行政完全废除掉的 按照中国古代的儒家的这种教义 有一条很重要的 关于行孝的这个里头有一条很重要的一个教义 就是三年不改为父之道 就是如果你的父亲去世了 你父亲生前所做的那些事情 他的那些做法 他做的那些事情 当儿子的在三年之内你是不能改的 你要是如果在三年之内 你把你父亲的那些东西给改掉了的话 那你就是不孝 所以叫三年无改为父之道 当时司马光和高太后 准备要废除宋神宗时代的这些 这些变法新政的时候 就曾经有人从这个角度提出来过问题 就是反对他们这么做 司马光是怎么帮助高太后解开这个套的呢 司马光说 现在是高太后在主持国政 不是子改父而是母改子 那么他这样一换这个概念 人们就闭上嘴了 就不能再说什么了 但是呢 如果熟悉这种三重四德的 这个儒家文化的人 又会提出一个问题 所谓三重四德是什么 三重就是 没嫁人之前重复 已经嫁人了之后要重复 就是要服从你的丈夫 丈夫死了之后要重子 你就要服从你的儿子 你现在用母来改子 那你不就是没遵从那个三重四德 在这个时候 司马光和高太后他们就讲 这是国家政治 是由主持这个国家最高决策权的人 来改变国家政治 不能用小的三重四德这些东西 来要求今天的高太后 勉强把这件事情就给遮掩过去了 但是这样做的时候 可能当时就觉得这个小皇帝还小 他可能可能不懂 但是小皇帝他是会长大的呀 他会一点一点长大了之后 他知道了你们这样对他的父亲的话 他是要有他自己的 他是要有自己的话要说的 对吧 从史书记载上来看 宋哲宗从小就十分的聪明伶俐 不但智商很高 而且多才多艺 在六七岁时 写出的字就让人连连称赞 宋沈宗十分喜爱他 时常把他写的字拿给大臣们看 小皇帝宋哲宗和父亲宋沈宗之间 还有哪些故事呢 说宋朝正在播出 在宋沈宗皇帝还没去世的时候 有一次挺正式的这个场合 这个皇帝就让那个 就让那个小皇子 当时大概是只有六七岁 七八岁的样子 就让那个小皇子一起参加 这个正式的这个文武百官 都在的这个场合 大概是一个那种国宴的场合呀 或者是一个接见什么人的一个场合 这个小皇帝在那个场合里边 据说是应对表现得特别得体 而且落落大方 所以那个宋宗皇帝就喜欢他 喜欢他不得了 对这个小皇帝就从爱有加 并且在所有的人的面前 都要夸赞这个小皇帝 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想象得出来 在这个六七岁七八岁的 这个小皇帝的心目当中 他一定是对他的父皇 怀有的一种很深的很亲的这样的感情在 这个小皇帝他的这种 有的时候他的思维是很尖锐的 那比如说他做了皇帝之后 有一次要接见这个辽国来的使臣 宋朝和辽国两个国家 约为这个兄弟之国了之后 经常是在这种节假日的时候 要互派使节到对方那去祝贺呀 或者去做什么事情 这一次要接见 要辽国的使节来了之后 要由这个小皇帝出面 接见那辽国的使节 然后接受这个国书 当时他边上的这些大臣们就 因为辽国人的外貌衣着打扮 包括戴的帽子穿的衣服 身上的那种配件 戴的首饰什么这些东西 和中原地区和宋朝的差别是挺大的 我们在那个连环画上 经常看到他们戴着两个大狐狸尾巴 然后那个大球皮帽子什么 所以当时的那个大臣们就 一再的就是给小皇帝 就是讲这些风俗习惯上边 衣着打扮上的这种不同 就怕小皇帝到时候 见到这个完全不同的人之后 惊慌思错 这一惊慌思错了之后 那就是就有伤国体嘛 就给国家就丢人了嘛 所以他们就一而再再而三地 跟那小皇帝讲 那么讲到后来 这小皇帝突然很平静地 问了他们一句 说这辽国的使节是人吗 那些人说他们是人 当然是人 只是和我们不同的人 他使用的是一个 很带有贬义的这么一个词汇 那么他说当然他们是人 但是他们是遗敌 小皇帝说既然是人 有什么可怕的呢 小皇帝只有八九岁 能够这样去和大臣们去讲话 大臣一下子就噎住了 就没想到小皇帝的这种思维 和语言表达这么锐利 这些情况在高太后那儿的反应 对小皇帝的这样的一种心理的这种发育和发展 这个太后是有所觉察的 他后来曾经和他的那个文武大臣们讲过 说他和小皇帝聊天的时候 他经常给他的孙子就是讲 怎么分辨好人和坏人 怎么分辨君子和小人 他说这个小皇帝从来不答话 你说你的他就听着 听着完了之后他也不回答 你也看不出来他心里边在想什么 但是这样的一种表情就使得这种高太后 心里边就有一种预感 就觉得这个小皇帝很有可能将来长大了 执政了之后会和他们所期望的不一样 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那么这件事情对于小皇帝的后来的这种表现 可能是有挺大的一个可能是有挺大的关系 这是一件什么事情 他对小皇帝的心里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下次再说